说到阿伦·埃佛森在球迷们心中一定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曾任美国南篮梦志队队长的他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四次荣获得分王 十一次入选全明星 今年的四月 埃佛森还与姚明共同入选了NBA名人堂 而继2015年中国情之后 埃佛森此次又来到上海 王阳明 唐志忠 邱新智等一波明星都纷纷前来见偶像 本次明星辞战交流赛分为红黑两队 王阳明 唐志忠等人组成黑队 球新智 吴大为 杨一展等人组成红队 即便是慈善交流赛 两队也完全不放水 黑队攻势猛烈 红队也没闲着 无论是漂亮的三分 还是配合默契的运球 都让人大呼过瘾 至于埃佛森 则是上半场直较黑队 下半场直较红队 虽然因为腿伤没有亲自上场比赛 但看得气痒的他 也忍不住在中场休息时 小事了下伸手 据悉 此次明星慈善交流赛的部分门票收益 以及前晚慈善晚宴上 韩国健身女王郑多燕的捐款 都将全赠予八杀公益慈善基金 以帮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